《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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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選舉的結果 我想就是 可能很多人看到的就是一個選舉的 就是說哪一個政黨贏 哪一個候選人輸贏這些 但是我覺得更重要的一個就是 對我們來講我們看到的這個是 整個選舉的結果 都是大家 第一個人可以完完全全的 就是這個自由表達 表達他們的 對政治人物的 這些候選人的喜好 可以完全依照他們的意志來投票 而且整個過程當中 也非常的 國節還沒有來 都很好 就是這個特製譽跟責任以後 我們未來大家能夠繼續的一起 吸走努力來為我們喬社的和諧 為我們的團結繁榮 一起來努力 更重要的也要讓我們的自由民主 公投的議題 或者哪一個政治候選人 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怎麼樣去 去跟人民溝通 要讓大多數的人民 能夠接受這種 接受你的政治理念 接受觀念 這個就是一個自由民主 一個成熟自由民主的社會裡面 我想不管哪一個議題就是 這次公投過的也好 公投沒過的也好 但是大家可以確信的就是說 在這個社會裡面 只要你繼續努力下去 你能夠想辦法去跟人民溝通 你的政見 就有一天會被人民接受 我想這是最重要的一個意義 能夠來支持自由民主 我想未來真的是要拜託 我們每一位在座的每一位先進 榮一寺的先進 讓我們大家一起來努力 一起來想 我們來想出更多的這些時間 行賞